今天是星期六 明天就是主日了 真的非常的期待 虽然是各自在家用这样的YouTube和大家一起礼拜 但是也真的是特别期待和特别的想念大家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首《何等恩典》这首赞美 一真诚的心相复在你面前 看爱我信念使我看见 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火水 出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然后再来一遍 一真诚的心相复在你面前 看爱我信念使我看见 一感恩的心领受生命火水 出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可等恩典 你竟然在乎我 可等恩典 你中归荣耀为我灌灭 我的嘴被充满残眉 一阵层的心相复在你面前 一阵层的心相复在你面前 一阵层的心领受生命火水 出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可等恩典 你竟然在乎我 可等恩典 你中归荣耀为我灌灭 我的嘴被充满灭 你挪去 你挪去 我所有枷锁 你挪去 我所有阻担 你挪去 我所有伤悲 你的命运 每个所有存在 你挪去 你挪去 我所有伤悲 我所有伤悲 你挪去 我所有伤悲 你挪去 我所有伤悲 你挪去 你的命运 配合所有存在 可等恩典 你竟然在乎 我所有伤悲 我所有伤悲 都没有救 我所有杯州 你挪去 我所有伤悲 用你的这样的代数 真的是为我们赎去了 所有的这样的一切的罪 主啊我们已经被释放 你已经挪去了我们所有的重担 真的感谢你主啊 能够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 每天都向你献上感恩 主啊明天主日礼拜 也就在你的圣手当中 与每个弟兄姐妹都同在 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哈喽大家好 主内平安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跟大家比个心 不知道大家最近在家里过得怎么样 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亲近主 因为唯有主才是我们的保护者 传道书三章二节那里说 生有时死有时 圣经也告诉我们 说我们这个头发 有多少神都数过了 真的是 神才是真正的掌管者 所以也万物都在他的掌管当中 那作为神的儿女呢 我们也多多的来 依靠神 来仰望神 来过我们每天这样的生活 那在疫情呢 其实现在还在不断的扩散当中 然后看新闻的话 现在也会发现 其实这个除了对我们这个健康的影响以外呢 现在对这个接下来的经济 社会方方面面 其实这个影响都逐渐的一点一点的这样的显露出来 可以说今年呢 肯定是这样更加不容易的这个一年 那最近 随着这个疫情不断的这个扩散 然后也真的是 让我再一次在思想 神为什么许可这样的一个疫情发生 那我们都知道 今天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在神的这个许可之下才能够发生 特别是在有这样的疫情 有这样的灾难 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在这个当中也更是要查验 神在这个事情当中 所要做的事情 所做的功 那李再旭牧师说 这次疫情是对我们灵魂的 是对我们灵魂的一个手术 那其实随着我们在家待的 这个时间越来越长 真的是 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独自在家的时候 当我们不需要再面临 各种各样敬拜的压力的时候 我们也不需要再背负着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要去做礼拜的时候 你也不会碰到别人会说 你这个信仰好 或者不好的时候 当我们独自去面对神的时候 你愿意亲近主吗 当我们在正常的生活当中 你是否还记得 耶稣对我们说的那句 天国尽了 这样的话呢 虽然我们常常说要悔改 但是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到底要悔改什么 那我很确信的一点是 神呢 要借着这次的疫情 来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里面这样的一个 骄傲的心 还有一个我们里面 这样麻木的心 再一次的能够回转到 他的里面 再一次的这里祝福大家 都能够在家中也多多经历 神的恩典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 约翰福音20章1到10节的经文 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 今天的经文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天还黑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 索爱的那个门徒 对他们说 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 我们还不知道放在哪里 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 往坟墓那里去 两个人同跑 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 先到了坟墓 低头往里看 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只是没有进去 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 进坟墓里去 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又看见耶稣的果头巾 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 是另在一处卷着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 看见就信了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 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他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 主感谢你 主感谢你今天又让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 以及默想主你的恩典 默想主你的话语 也求主来继续的祝福今天每一个来 咳慕你的神你的儿女 求主你来亲自的降下祝福 与我们同在感谢神以上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耶稣在被埋葬之后 爱耶稣的摩大拉的玛利亚 他来找耶稣身体的时候 发现耶稣的身体不见了 然后他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彼得和耶稣所爱的另一个门徒 然后他们也来找看 来一看呢 他们发现细麻布还放在那里 果头巾呢 也放在另一处卷着 其实这里圣经特别描写了这样的一个细节 也是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实呢 就是耶稣的身体并不是被偷走的 如果是被偷的呢 他肯定是连着这个包他身体的这个细麻布 还有果头巾都不在了 并且我们在最后的部分也会看见 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 看见就信了 这是八节的经文 我们也看到彼得 还有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 还有摩大拉的玛利亚 他们其实都不是带着异图去看耶稣的身体的 他们就是发现之后 然后彼得和这个门徒过去去找 但是却发现什么 尸体不见了 然后圣经也特别在九节那里说 这个时候他们才想起来 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 这整个今天这样的一个 一到十节的经文 就是在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 就是耶稣复活是真实的 耶稣复活是一个历史当中真实发生的事件 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复活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不管我们的头脑觉得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确确实实复活了 这也让我们看到耶稣确确实实是神的儿子 因为只有创造的神才能有这样复活的能力 也因着耶稣的复活 今天所有的我们基督徒都在主里面 有了这样一个永恒的盼望 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盼望呢 不在这个地上 我们的盼望是在神永远的国度上 复活的意思就是战胜了死亡 我们再也不会因着死亡而绝望 各位想一想 今天不管你在这地上 你拥有多么多的这样的财富 你拥有多么多的这样的世上的物质的东西 在我们死的时候 在我们死的那一刹那 这一切跟我们就再也没有关系了 其实我们这样看的话 就是我们人其实是这样一个悲剧的结局 这个死亡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逃脱 所有的人都要面对死亡的问题 但是今天的问题是 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想面对死亡 不思考死亡 所以其实疫情的到来 也很多时候让我们能够再一次 重新来思考死亡这样的一个问题 并且耶稣的复活呢 更重要的是 他是这个罪带来的这个代价 死亡呢 再也不能够捆绑你我了 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 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 因着信耶稣基督 与耶稣再一次的复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情 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5章14到19节那里 也这样说到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 网做见证的 因为我们见证神 是叫基督复活了 若死人真不复活 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便是突然 你们仍在罪里 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 也灭亡了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所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今天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祷告 我们所献上的每一个敬拜 我们所做的 为主所摆上的每一件事情 都变得有意义了 并且感谢神的是 耶稣基督复活 他也今天与我们同在 我们是拜的 我们所信的 不是一个过去的耶稣基督 而是现在复活之后 升天与我们同在的 这位耶稣基督 感谢神 真的是 因着耶稣的复活 今天我们所有的人 都能够在主里面 享受主同在的恩典 也让我们有着 对天国永远的 这样的一个盼望 也真的是 希望大家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 也能够在 疫情当中 再一次仰望 复活的主 与我们同在的主 将我们这样的盼望 再一次放在 耶稣基督身上 感谢神 那今天我们的分享 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 主感谢你 这样的爱了我们 拣选了我们 为了我们的罪 上了十字架 也借着主 你的复活 让我们能够将来 与您一同复活 主啊 真的让这复活的能力 复活的恩典 每天也与我们 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同在 让我们在这特殊的时候 更是将这盼望 能够完全的 放在主 你永恒的国度上 放在复活 的耶稣基督身上 感谢神 以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